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诚实地面对内心的矛盾和污点,不要欺骗自己。 淡定和镇静不仅是佛门修炼的一门心法,而且也为世人所追求。 但要做到淡定,不能止留于形式,应追求一种内心真正的镇静。 有一年的年景特别不好,有良知的人都在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救济穷苦之人。 佛教界的人士也想做些善事,以感谢平日里乡亲们的相助,于是请了戏班,希望募捐一些钱。 演出当日,他们还请了附近寺院里的僧人。 在这些僧众中,有一个学僧刚入到没有多久,他觉得僧人是不该看这些东西的,本不想去。 但是住持要求所有人都得出席,他只能勉强跟着去了。 在节目表演时,他紧闭着眼睛正经危坐,似乎周围的一切都根本不存在。 表演中途,佛教界的代表出来招呼观众募捐。 这位学僧站出来反对说,我进来后就一直闭着眼睛,根本不知道在演些什么,所以没有必要捐助。 代表一听乐呵呵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比别人多捐一倍才行。 学僧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呢? 代表解释说,别以为你不看不闻就无事了,主要的是心动没有,你没有看表演,但是听到人们的嬉笑,你一定会猜测。 所以你在心里看了,想了,能够骗人的不只是眼睛,耳朵,嘴巴。 还有心,而且眼睛,嘴巴,耳朵只能骗你一时,但是心却会骗你一辈子。 所以,无论何时,我们都要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污点,不欺骗自己。 无论何时何地,内心的镇静才是真正的淡定,一件事情是否流于形式。 只有自己的心知道,相遇的真谛在于相互照亮,否则独自品名亦显风情万种。 独自目风亦感心旷神怡,缘分原本就稀薄如烟,能共行一段路已感激不尽。 世间万物变化无常,无人能永伴左右。 只要同行之时充满欢笑,便是最美好的邂逅,至于如何分离,并不关键。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会遇到无数过客,有些人仅是擦肩而过,有些人则深入我们的生活,点亮我们的世界,带来欢乐与喜悦。 在茫茫人海中,能相遇便是缘分,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难相逢。 或许因有缘,才有今生的相遇。 百年修得同传度,千年修得共枕眠。 许多时候,许多事情在某一刻相遇相知,甚至是相爱,必定是积累了足够的缘分,才有今生的停留。 缘分这东西,看似虚无缥缈,无法触及,却又感觉它存在于万物之中。 人生不必刻意追求缘分,有缘自会相遇,无缘对面难相逢。 生命的意义就像一趟单程列车,生命的延续即是成长,若能相互照亮。 以属幸运,何必抢求永恒? 无论你遇见谁,它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 非偶然,它定会教你一些东西。 人与人的相遇,无论遇见谁,都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都是千年等来的缘分,都因心怀感激。 每个人的相遇,都会教你一些东西。 爱你的人,让你在冷漠的世界中更加热爱生活。 恨你的人让你明白并非人人都喜欢你,让你学会反思和成长。 每个人的出现,都会照亮我们的生活,促使生命成长。 心灵得到修炼和提升。 我们因感恩生命中出现的每个人,因为他们成就了今天的我们。 至于人与人相处的时间长短,一切皆有定数。 有的仅是短暂相遇,随后各奔前程。 有的陪伴了一成又一成,有的离开后又回来,依旧在身边。 佛说,若无相欠,怎会相见。 或许每个人今生来还前世的债务。 今生缘分已尽,注定要离开。 缘分本就由因缘而定。 没有天长地久。 只是在生命的某个时刻照亮了彼此。 之后各自踏上不同的征程。 注定有分离的一天。 人生不必为离别过度悲伤。 只要曾共享美好时光。 已是无价之宝。 珍惜每次相遇。 因为谁也不知道哪天可能是最后一次相见。 能尽情爱时便用力去爱。 能畅谈时便通宵达旦。 护诉心声。 世间一切皆为虚空。 没有一样东西真正属于你。 唯一属于你的, 是活着的每一个瞬间。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是过客。 从出生到离去。 我们只能带走一颗平凡的心和沧海一塑的回忆。 因此, 不要执着于物质的拥有与失去。 那些虚妄的荣华富贵, 终究都是一场空欢喜。 真正属于我们的, 是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 活在当下, 品味人生的点滴, 才能真正体会生命的美好。 每一天每一刻, 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此时此刻, 感悟每一个瞬间的真实与美好, 生活才会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不要为了未来的虚幻而忧虑, 也不要为了过去的烦恼而埋怨。 唯有珍惜现在, 我们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 人生如一场华美的舞台, 我们演绎着自己的角色在这漫长的戏剧中。 有人扮演主角, 有人担当配角, 有人掌控着幕后, 终究我们都会迎来大幕的落下, 结束这场表演。 在此之前, 我们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活出每一个瞬间, 将人生演绎的精彩分成。 珍惜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意味着懂得感恩, 感恩生命赐予我们的一切。 感恩遇到的每一个人, 感恩生活的点滴滋润, 生命的路途上, 或许有坎坷与风雨, 但正是这些精力磨练了我们的意志, 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每一个瞬间都值得感激, 因为它们是我们成长的见证。 活在当下, 让生命充满无限可能, 不要被过去的遗憾所困扰, 也不要为未来的未知而忧虑, 只有把握当下, 把每一个瞬间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才能让生命焕发出绚丽的色彩。 活着就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珍惜每一个瞬间, 我们才能活出精彩的自我。 曾经有一位上香客来找我开解他的烦恼, 他非常喜欢一个人独处, 不想与他人建立过于亲密的关系, 但他的朋友总是劝告他应该与他人相处和交流。 我告诉他, 独处是为了不陪他人演戏, 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的内心, 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 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 不远不近的关系是和所有情感, 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 都可能是一场灾难。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 我们常常被要求要忙碌要紧张, 似乎只有拼命努力才能取得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否忽略了独处的价值, 独自待上一段时间, 可以让我们远离外界的干扰, 聆听内心的声音, 重新认识自己, 只有独处, 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不为别人而活, 不被他人的评判左右, 只为自己的内心而活。 不争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争执往往带来的是纷争和疲惫, 不仅消耗了我们的精力, 也伤害了我们的心灵, 与其与他人争斗不休, 不如放过自己的内心,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 不争不代表软弱, 恰恰相反, 它需要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 去辨别何时该放手, 何时该安抚内心, 何时该追求更高的目标, 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 我们常常被人何时所伤害, 随之而来的是对他人的怨恨和自己内心的愤慨, 然而远离也是一种解脱, 是对伤害最有利的反击, 当我们远离那些给予我们伤害的人或环境时, 我们就给了自己重新开始的机会,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治愈和净化, 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 这句话或许有些让人感到矛盾和难以理解, 但仔细思考便能领悟其深意。 对于人际关系, 适度的距离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与任何人走得太近, 我们很容易陷入争吵和冲突之中, 而保持适度的距离, 则可以使我们与他人保持良好的平衡, 不远不近的关系像一条纽带, 让我们与周围的人保持良好的互动, 但又不至于太过依赖或过于牵绊。 在这个社会中, 我们需要学会独处, 远离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和事, 同时又要保持与他人的适度距离,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纷乱的世界中, 寻找到心灵的宁静和平衡。 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 我们常常为了生活而忙碌, 为了追求而奔波, 却忘记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独处是给内心一个喘息的空间, 让我们远离纷扰, 感受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和情感。 只有独处, 我们才能找回自我, 找到内心的平静与自在。 不争是对自己的一种宽容, 生活中, 我们往往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 与他人的竞争和争斗也时常发生。 然而, 我们是否意识到, 有些事情并不值得我们去争取和追求, 放下执着, 不争不抢, 放过自己的内心, 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自在。 远离则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 我们常常被他人的言语和行为伤害, 心中充满了怨恨和愤慨, 然而恰恰是这种怨恨和愤慨, 让我们越陷越深, 远离那些给予伤害的人和环境, 让自己摆脱苦恼, 让自己心灵得到解脱和安抚, 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 这或许听起来有些讽刺, 但仔细思考却不难理解, 与任何人走得太近, 往往容易陷入争斗和纷争, 保持适度的距离, 让我们与他人能够保持良好的互动, 又不至于过于依赖或过于牵绊, 所以学会独处, 学会不争, 学会远离, 学会适度的关系, 才能让我们的情感得到疏解和舒展, 在喧嚣的世界中, 寻找内心的宁静和自在, 并与他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才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和谐,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用心去感受生活, 用心去与人交往, 以更加平和和宽容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最大的满足和舒展, 平淡而绝对的清静, 这才是人生的本来面目, 我曾告诫众生, 修养心性, 必须耐心忍受烦恼和苦难, 忍受惊吓和恐惧, 才能达到纯熟, 减少欲望故能心静, 有主见则能保持内心的空虚, 不为外物所动摇, 称为静, 不为外物所充实, 称为虚, 应当保持静默, 从容, 严谨, 简约, 静守本心, 则心定, 收敛意志情绪, 则气平, 心气平和源自内心, 但修身与修心同样重要, 有一位名叫元池的学僧, 在吴德禅师的指导下修行多年, 他学习非常勤奋, 但始终未能领悟禅法的真谛, 有一天晚课结束后, 元池特意向吴德禅师请教, 大师, 弟子我已经剃度出家多年, 但对于一切仍然感到迷茫无知, 空受信徒地供养, 请大师发慈悲之心, 告诉弟子, 除了日常的修行和劳作之外, 还有哪些是必修的课程? 吴德禅师回答道, 你最好看好你的两只旧, 两只鹿, 两只鹰, 约束好你口中的一条虫, 并且时刻与一只熊斗争, 除此之外, 还要照顾好一个病人,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切, 并且尽职尽责, 相信这将对你的修行大有帮助, 元池迷惑地说, 大师, 弟子我来此参学, 并没有带什么旧鹿鹰之类的动物, 那我要如何去看管呢? 再说, 我想了解的是与参学有关的东西, 这些动物与此有何关系呢? 吴德禅师笑了笑解释道, 我所说的两只旧, 指的是你的双眼, 要你好好看管, 即是要你做到非礼物事, 两只鹿是指你的双脚, 你要控制好, 做到非礼物行, 不让它走上罪恶之路, 两只鹰是你的双手, 要让它履行责任, 非礼物动, 一条虫是你的舌头, 约束它做到非礼物言, 那只熊是你的心, 你要克制它的自私, 非礼物想, 而病人则是指你的身体, 希望你不要让它陷入罪恶, 听了吴德禅师的教会后, 圆池默默点头, 似乎有所领悟, 修身与修心同等重要, 人只有不断地认识自己, 不断地重新审视自己, 克制自己的弱点, 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 让自己不断完善, 才能使内心不断净化和清洁, 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如果人不能忍受烦恼和苦难, 就会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样, 自食其果, 有时候人的意志过于脆弱, 在某种诱惑下, 人们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 这些幻想使他们失去了 求真务实的本性, 片面地追求利益和虚荣, 当突然醒悟时, 发现一切原来只是个破碎的梦, 与其如此, 倒不如坚定一致, 从一开始就不给自己幻想的机会, 与真实相伴而行, 心里总是它是很多, 我劝戒那些追逐利益的世人, 何不趁早放下那些虚幻的梦想和尘世的纷扰, 勤修界定会, 因为在这个世间, 一生中能够觉悟是极为难得的, 觉悟越早越好, 功力才能扎实, 自己如果没有真实的功夫, 很难真正体会到开示的深意, 古时候, 修行人中有在二三十岁时就大彻大悟的, 这是因为觉悟的早, 能够及早放下, 如果我们文法太晚, 放下就会更晚, 那时恐怕就很难有所成就了, 身心世界都是幻梦尘牢, 只有把一切虚幻不实的东西都放下, 再界定会上下一番功夫, 时时刻刻, 精勤不懈, 才有办法真正达到开悟, 人只有把虚幻的东西放在心外, 才不会计较形式上的轻重大小, 也只有这样, 人们才能拥有真实的自己, 唐朝宣宗皇帝李晨在未即位之前, 为了避难而隐居在佛寺中, 担任那里阎关禅师的书记, 他非常欣赏佛教中不利文字, 不着形象, 不假外求的思想, 当时他隐居的寺庙住持是黄伯禅师, 有一天, 李晨看到黄伯禅师对佛像顶礼膜拜, 于是走上前去问, 住持你一直教导我们, 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 不着僧求, 为什么你却在这里虔诚地礼拜佛像呢? 黄伯禅师生气地说, 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 不着僧求, 应该要如是求, 你懂什么啊? 李晨听了很不服气, 嘲笑着说, 既然如此, 那么禅师以前说的话都是装模作样了, 黄伯禅师听了大为恼火, 狠狠地打了李晨一个耳光, 李晨被禅师的突然施暴吓坏了, 愣在一旁, 过了几秒钟才不高兴地说, 亏你还是个信佛之人, 怎么能这么粗暴呢? 黄伯禅师走上前去, 又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竟然敢对我说粗说戏? 李晨不甘示弱地辩解道, 既然你能拜佛, 拜法, 拜僧, 我为什么就不能说粗说戏呢? 黄伯禅师笑着说, 你说得很对, 我可以拜佛, 拜法, 拜僧, 你也可以说粗说戏, 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 不着僧求, 这是无心禅, 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 都是真心的, 所以既不能与一般人为伍, 参与不良行为, 也不应刻意标新利益, 不拘腻于形式, 因为形式只是外在的东西, 并不重要, 只要一个人能拥有坚定的意志, 保持真实的自己, 形式的存在就是虚幻的, 心态决定人的行为, 如果一个人想要拥有超然的定力, 就必须培养超然的心态, 良好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定力, 它源自内心的超然与宁静, 在回答善友们如何看待妄想这一情绪时, 我引用了廉池大师的一句话, 为寒食欲下苦热腹思冬, 妄想能消灭安身处处同, 草食胜空腹茅堂过路居, 人生解之足烦恼一时除, 这句话反映了世人的心态, 在天冷时渴望夏天, 而在天热时又怀念冬天, 总感觉没有舒适的时候, 如果能够去除妄想, 心就会安定, 心安则烦恼消失, 无烦恼的人生才是充实而有意义的, 佛家修行, 修的就是这份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大智禅师在外参学二十年归来后, 向佛光禅师述说了自己在外参学的经历, 他最后关切地问, 师父二十年过去了, 您一个人还好吗? 佛光禅师回答很好, 我每天忙着讲学、说法、著作、抄经, 生活得很惬意也很快乐, 大智禅师关心地说, 师父您也别太操劳了, 应该注意休息, 佛光禅师对大智禅师说, 你早点休息吧, 有话我们以后慢慢说, 第二天清晨, 大智禅师在睡梦中, 隐约听到禅房里传出师附诵经的沐浴声, 佛光禅师接待了前来礼佛的信徒, 为他们讲解佛法, 晚上他开始准备教育僧众的教材, 大智禅师难得看到佛光禅师有空闲时间, 急忙跑过去问, 师父这二十年来您每天都忙忙碌碌的, 可怎么一点也不显老啊? 佛光禅师笑着说, 我忙得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年龄, 人活的就是个心态, 有的人年纪轻轻, 但心力衰退, 心脏已经老了, 有的人虽然年事已高, 但心力旺盛, 精神饱满, 老当益壮, 新老人必老, 心童人必年轻, 所以要以年轻快乐的心态对待生活、工作。 以及周围的一切, 好好地生活, 争取多做一些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 水绕山而行, 遇海而入, 遇到分水岭时, 它会自然地分流开来, 当遇到会合口时, 又会汇聚在一起, 它的不固执和筋骨的柔顺, 使得它能够穿流不息, 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在讲解随缘而变的生活哲学时, 我非常赞同佛眼禅师对随缘的解释, 他说, 抱缘虚幻不可强违, 服饰几何随家封建, 苦乐逆顺倒在其中, 动静寒温自愧自毁, 我向大众解释道, 这里的抱, 指的是我们的身体源, 则是指这一生我们所遭遇的环境, 我们这一生的境遇, 其实都是虚幻不实的, 觉悟的人, 他们的生活随缘而自在, 不觉悟的人则执着于自己的心意, 为所欲为这就是造业, 这个虚幻的世间是无常的, 人的生命也是短暂的, 祖师们告诫我们, 要随家庭的封建来安分度日, 无论苦乐顺逆, 都是三十因果的体现, 觉悟之人心中对此非常清楚, 在日常生活中, 保持内心的清静和不动摇, 是佛弟子大家业尊者修苦行的表现, 他心地清静, 智慧圆满, 善财童子虽然生于富贵家庭, 但他的内心同样如如不动, 不被外界环境所影响, 这就是所谓的道在其中, 道就是觉悟的心, 在生活中, 面对环境和变化, 如果不能保持觉悟, 就应该忏悔并努力回过, 一切随时, 随性, 随悲喜, 才是心性通达的最高境界, 寺院的地面上长满了枯黄的小草, 小和尚觉得很难看, 建议重新种草, 师父回答道, 不急随时, 终于到了播种的季节, 老和尚和小和尚开始忙碌着种草, 突然, 小和尚惊恐地发现很多种子被风吹走了, 而老和尚却笑着说, 没关系, 吹走的大部分都是空的, 就算是撒在泥土中也不会发芽, 这就是随性, 接着几只小鸟飞过来着食草栗, 小和尚急得直跺脚, 而老和尚依然笑呵呵地说, 没关系的, 草力多着呢, 吃不完的, 这就是随狱, 半夜时分, 一场暴雨倾泻而下, 第二天一早, 小和尚惊叫道, 师父这下全完了, 草子基本上都被大雨冲走了, 老和尚走过来缓缓地说道, 冲到哪儿就在哪儿发芽, 这就是随缓, 一个星期之后, 原本光秃秃的地面上长出了许多清脆的草苗, 甚至一些原来没播种的角落也泛出了点点绿意, 小和尚高兴地拍手欢呼, 师父看到后说, 随喜, 在人际交往和生活中, 我们不应刻意去抢求或改变他人他物, 正所谓欲试抢求屠伤感情,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消极的,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中, 而是要顺应自然, 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不抱怨, 不急躁, 不抢求, 不悲观, 不慌乱, 不忘形, 这是一种大觉悟, 只有当我们的心性旷达, 才能以柔克刚, 以至圣勇, 从而使人生之路更加顺畅圆满, 很多时候, 你觉得心里的情绪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你无奈又无力, 其实那些纷扰都是杂草, 只有除去心头的杂草, 播种美德和智慧, 你才能获得一份宁静, 出去心头杂草就要自我约束, 佛家称之为戒, 我曾在劝解弟子时说过, 佛法之中, 是以戒为根本的, 所以佛经说, 若无境戒, 诸善功德不生, 但是受戒容易, 得戒为难, 持戒不犯更为难, 今若能依照药师法门去修持力行, 就可以得到上品圆满的戒, 假使与所受之戒有毁犯时, 但能至心诚恳持念药师佛号病理禁供养者, 即可消除犯戒的罪, 还得清静, 不致再堕落在三恶道中, 人们想要培植美德成就自身, 就不要让外界环境成为你的绊脚石, 会能禅师有一个弟子, 只知每日打坐, 于是禅师问道, 能否告诉我, 你为什么终日打坐啊? 弟子回答道, 师父我在用心参禅, 可是参禅和打坐是两码事啊, 禅师不解地说, 弟子解释道, 你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说, 要控制住容易迷失的本心, 清静地观察一切, 终日坐禅不可躺卧吗? 禅师微笑着说, 你会错意了, 打坐不是参禅, 而是在虐待你的身体, 弟子听后迷茫了, 禅师继续解释道, 禅定不是打坐, 而是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宁静, 清明, 可以让你的身心都离开尘世, 如果你无法摆脱外界的干扰, 内心不安而散乱, 即使是终日打坐也于事无补, 弟子问, 那么要怎样才能保持内心的清静安宁呢? 不被外界外物向迷惑困扰, 心里总是思量人间的善事, 心念中就会只有善念, 相反, 你就会活得愚昧迷失, 切记, 心生智慧, 处处都是乐土, 心生于吃, 则处处都是苦海, 清明和吃米本就是形影相随的孪生兄弟, 都受人类意志的支配, 其实人的本性都是清明的, 很多时候人之所以会迷失自我, 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干扰, 让心灵蒙上了灰尘, 生命的本源就是生命的终点, 结局也就是开始, 何必为了予己不利的外婴儿给自己添堵, 心体成澈, 常在明镜止水之中, 则天下自无可厌之事, 意气和平, 常在历日光风之内, 则天下自无可恶之人, 想让心灵不荒芜, 就要修养美德, 除去内心杂草, 就要耕种美德, 来看这样一个故事, 弟子们围坐在禅师的周围, 等待师父告诉他们人生和宇宙的奥秘, 可是禅师却一直紧闭双目, 两久之后他问弟子, 你们有办法将旷野上的杂草都除掉吗? 一个弟子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用铲子就可以了, 禅师微微笑了笑没有说话, 另一个弟子说, 可以用火, 禅师依旧是微笑不语, 第三个弟子说, 用石灰也许更好, 禅师的脸上仍旧保持那副微笑的表情, 第四个弟子说, 你们的方法根本不行, 斩草要除根, 只有把根挖出来才是最好的办法, 禅师示意弟子们不用再争论了, 等他们安静下来之后说, 你们讲的都有道理, 从明天开始, 你们把寺院后面的草地划分成块, 然后按照自己的方法试着除去杂草,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再讨论, 转眼一年过去了, 弟子们再次聚在一起, 寺院后面原来的杂草丛早已变成了金灿灿的庄稼, 原来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都没有把杂草除掉, 于是只好种上了庄稼, 可是让他们吃惊的是, 杂草不再生长, 原来除掉杂草的最好办法就是种上庄稼, 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想让心灵不荒芜, 唯一的方法就是修养美德, 泯然一笑, 以一颗轻松自在心从容面对一切, 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这需要涵养与智慧, 应是皆物, 常觉得心中有从容闲暇时, 才见涵养, 我在寺院讲佛时曾对世人的涵养评论有加, 涵养全得一缓字, 繁衍与动作皆是, 应是皆物, 常觉得心中有从容闲暇时才见涵养, 流念台云, 一喜一怒, 轻言轻动, 只是一种福气用事, 此病根最不小, 屡心无云, 心平气和四字, 非有涵养者不能做, 功夫只在各定活, 有涵养的人都能自尊自爱, 有句话说得好, 自爱才能爱人, 自度才能度人, 有一位不论是财富, 地位, 能力, 权力, 还是漂亮的外表都无人能及的女士, 觉得自己非常孤独, 连个谈心的人都找不到, 有一天, 郁郁寡欢的他来向吴德禅师请教, 禅师如何才能具有魅力, 赢得别人的喜欢, 吴德禅师说, 如果施主能随时随地和各种人通力合作, 并具有和佛一样的慈悲胸怀, 多讲一些禅话, 多听一些禅音, 多做一些禅事, 多用一些禅心, 那么慢慢就能成为魅力四射的人, 大师禅话怎么讲呢? 他疑惑地问, 吴德禅师答道, 所谓的禅话, 也就是说真实的话, 说谦虚的话, 说有利于别人的话, 女施主又问道, 那么禅音又是怎么听的呢? 吴德禅师回答说, 禅音就是把一切的音声, 当作美妙的音声, 把辱骂的声音转为慈悲的祝福, 把毁谤的声音转为帮助的祈祷, 女施主继续问道, 那么禅事该怎么去做呢? 吴德禅师慢慢地说, 禅事就是指不失的事, 用慈善的心去做的事情, 为别人服务的事, 合乎佛法的事。 女施主更进一步问道, 那么你所说的禅心又该怎么用呢? 吴德禅师答道, 我所说的禅心就是你我一如的心, 圣凡一致的心, 包容一切的心, 普利一切的心, 女施主听后, 如获至宝, 从那以后, 她不再炫耀自己的财富和美丽, 对人千功有礼, 对亲戚朋友体恤关怀, 渐渐地她身边的朋友多了起来, 生活逐渐快乐了起来, 由此看来, 人的魅力, 来自于真诚与善良, 在真爱自己的时候, 同时也会获得别人的尊敬, 爱别人的同时, 也会获得别人的爱, 所以能不能快乐, 能不能被别人爱戴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生活就是一面镜子, 你怎么带她, 她就会怎么回报你, 赢得他人的喜欢, 靠的是自己的内涵, 做人应该谦虚公行, 是人有内涵的一种体现, 自负的人锋芒泰露, 容易遭到别人的攻击和排挤,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一定要破除心中的迷思, 找回真正的自我, 找准自己的位置, 千功是一种真正的涵养, 千功的人更坚定, 更自信, 更有自我, 更能体现他的内涵, 世事无常, 人生难料, 有时候你觉得暗淡无光时, 却峰回路转重见光明, 有时候你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 却忽然发现前面是悬崖峭壁, 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 只有把心态放宽, 人生之路才会通达无阻。 曾有善友问我, 如何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如何走出眼前的困境, 法师教化说, 人心自通达, 并将偶艺大师的, 将身心世界全体放下, 做一超方特达之官, 这句话阐释于众善友, 大师详言, 此官是人生官, 宇宙官, 我们心量太小, 只想到自己或家庭, 以及亲戚朋友, 现在有心照顾亲戚朋友的, 已经很少了, 心量小绝不能超越六道, 也绝不能往生净土, 无量寿经上说, 三倍九品往生均要发菩提心, 四十八院中的第十八院是一项专念, 第十九院是发菩提心, 这两院非常重要, 菩提心是真正觉悟之心, 觉悟世间无常, 生死世大, 人生真苦, 极乐真实不虚, 依佛教会, 老实念佛决定得生, 处一具阿弥陀佛外, 把身心世界全体放下, 做一超越十方通达无碍的宇宙观, 出家人直说念佛, 世间之人虽不求佛, 但这种一心求佛的豁达心境, 和执着精神还是必须具备的, 在我国历史上, 佛法也曾一度遭遇劫难, 唐武宗毁灭佛法时, 盐头禅师偷偷奉制了一套俗装, 准备到万不得已十应变突发事件, 后来朝廷强令僧尼海俗, 有名的高僧纷纷被逮捕判刑, 为了躲避客政, 盐头禅师穿了俗装戴着帽子, 悄悄地躲到了一个在家修行的尼姑佛堂里, 当时尼姑正在摘堂吃饭, 盐头禅师大摇大摆地走进厨房, 拿起碗筷也开始盛饭, 一个小泥看到了他, 立刻告诉了尼姑, 尼姑拿着棒子来驱赶, 却发现是盐头禅师, 于是便说, 原来竟是盐头禅师,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盐头禅师不慌不忙地说, 行可变, 行不可变, 后来大雁禅师见到盐头禅师时, 他正在门前拔草, 大雁禅师带着斗笠走了过来, 站在盐头禅师的面前, 用手悄悄斗笠说, 禅师还记得我吗? 盐头禅师抓起一把草, 朝着大雁禅师扔了过去, 不快地说, 事事变化无常, 想不起来了, 大雁禅师不肯让步说道, 事事无常但是法性永恒, 你怎么可以不认账呢? 盐头禅师一听有些不悦, 起身打了大雁禅师三拳, 大雁禅师正好行装后准备进僧堂, 盐头禅师缓缓地说道, 不是已经寒暄完了吗? 根本没有再进僧堂的必要了, 大雁禅师听了之后, 立刻转身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 大雁禅师又走进了僧堂, 刚进门盐头禅师立刻从法座上跳下来, 一把抓住他的衣经道, 你快说, 哪里才有不变? 大雁禅师也一把抓住盐头禅师说道, 行可变, 信不可变, 说罢两人捧腹大笑起来, 不管经历多少变故, 都要保持真心不变, 只要信念不变, 不管多少沧桑你还是你, 一个人的信念和理想是绝对不能丢弃的东西, 只要自己的梦想不破灭, 生活就会有激情, 有希望, 任何时候尤其是危难之时, 一定要将心放宽, 内心的豁达将帮助你走出困境, 改变人生, 大多数人喜欢以别人为参照物, 来检验自己的成果如何, 其实我们自己才是衡量成就的标识, 无论谁走在你前面, 或者你走在谁前面,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静下来问问自己, 我距离自己心中的目标还有多远, 离局树静随上下, 无心整理任他黄, 后先不与石花静, 自吐霜中一段香, 我解释这句话为, 菊花不与石花争齐斗艳, 笔作修道人道也成就, 即自吐霜中一段香, 与人无争, 于事无求, 真正可以做到, 修道人目标只有一个, 求生净土, 其他均非所要, 自然有一段清香, 佛家修行是修自身, 只要明白了这一点, 便是修行中的开悟, 在新的寺院落成后, 老和尚告诫小和尚, 要自己动手塑造佛像, 小和尚问老和尚, 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佛像照着塑, 老和尚说, 不,照着自己的模样塑就行, 小和尚不解地说, 师父可以, 我可不行, 老和尚笑道, 这样吧, 我照你塑, 你照我塑, 小和尚不明白, 老和尚又道, 心表如一, 言行一致地把自己当成佛, 塑成佛, 自己就成了名正言顺, 心安理得的佛, 你我的德行和模样都可以塑成佛, 世界上还不平添许多向往成佛, 可以成佛之人吗? 无论哪尊佛, 当初也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而已, 他们是因为用心地去修行, 才一步步把自己塑成佛的, 自己心中的滑向心向, 往往就是自己的外在形象, 所以当我们在心里将自己塑造成什么样, 往往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敬业, 只要真诚修行, 一心向善, 终成正果, 人就像是一台有很多频道的电视机, 我们调到佛的频道, 我们就是佛, 调到痛苦的频道, 我们就是痛苦, 调到微笑的频道, 我们就是微笑, 那颗纯正的心, 有着一份坚定, 也有着一种举重若轻的大气, 于是他在微笑中修成正果, 我对于因果的见解颇深, 我曾给我的善友们讲过由于开悟, 而最终修得正果的一个修行故事, 世尊的弟子中有一位明珠丽情陀家者, 根基很钝, 其兄教他读诵上相截子, 经过三个月之久都背诵不出来, 认为不可造就令其回家, 他哭泣不肯去, 世尊见到教他两句节, 后来他正得罗汉, 大开源解辩才无碍, 世尊说周立琴陀家前生是一位三藏法师, 会讲经说法, 但是令法叫人总要留一手, 所以今生得鱼吃饱, 世尊教他时, 教了上一句, 下一句又忘了, 教了下一句, 上一句又忘了, 以周尊者之盾才尚能正道罗汉, 我们比他总好一点, 若今生不能成就, 无奈太自弃了, 对于世人来说, 相信因果并非消极任命, 而是在确定了目标后, 将目标当成一粒种子, 想要让他生根发芽就要给他施肥浇水, 有耕种必有收获, 有付出必有回报, 从佛学上来说, 法是无影无形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换泡影, 所以想要求得真法, 只需潜心修行便是真正的付出, 唐朝鸣向裴修, 是一位学禅的居士, 他曾将自己参禅的心得记录下来并编印成册, 有一次他将自己的书籍呈送给黄薄禅师, 希望能得到黄薄禅师的指点, 黄薄禅师接过之后, 随手往桌上一扔, 许久之后才问裴修, 你能够懂我的意思吗? 裴修诚实地回答, 我不懂大师的意思, 黄薄禅师便开始道, 禅是郊外别传, 不设文字的, 你把佛法真理写在这个上面, 是扼杀了佛法的真谛, 也失去了悟道的真意, 所以我才不看, 裴修听了以后, 对禅更加气辱, 对黄薄禅师也更加敬重, 并作颂赞约, 自从大事转心印, 额有圆珠七尺深, 挂西十年七属水, 福杯今日杜张宾, 八千龙巷随高步, 万里香花结圣阴, 拟欲诗师为弟子, 不知将法是何人, 黄薄禅师看了以后, 并没有任何的评论之意, 直到心如大海无边际, 口吐红莲养病身, 自有一双无释手, 不曾指一等闲人, 真正的佛法需要潜心修行, 认真领悟, 不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文字就可以诠释出来的, 有因必有果, 有怎样的付出必有怎样的收获, 如果苦修善学, 愚钝之人也能成正果, 如果只想诠释禅佛, 必然无法到达真境界, 有些人爱恶而小聪明, 其实真正聪明的人总是很低调, 因为他们知道, 自作聪明只不过是哗众取宠而已, 真正有智慧的人从来不过度虚荣和过度表现, 任何时候, 他们都知道如何明心智, 我虽身为一代宗师, 但一直不忘谦虚自简, 我时常对自己说, 真正修行人的态度是如痴如呆, 我们比古代大德比不上, 吉民初的先贤也比不上, 自以为聪明是劣质, 自以为了不起而叹不起别人是修道人的大计, 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 功夫才能有进步, 等觉菩萨还时时刻刻检点自己的过失, 何况我们凡夫, 毛病习气太多太多了, 我也曾以故事点画示人不要故作聪明, 有两个寺庙相邻不远, 一个寺庙的僧人外出办事时, 必定会经过另一个寺庙, 每当这个时候, 另一个寺庙的僧人总要想办法出来斗法, 一天早上, 一个小沙迷出去办事, 路过另一个寺庙门的时候, 这个寺庙里的和尚拦住了他的去路, 你要到哪里去? 和尚问道, 小沙迷回答道, 脚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和尚无话可说拜下阵来, 回去请教自己的师父, 师父告诉他说, 明天你继续问他, 如果他还是这样回答, 那你就说, 如果没有脚的话, 你到哪里去呢? 那么他一定回答不了。 第二天一早, 昨天拜下阵的和尚早早地守候在庙门前, 一会儿, 昨天那个小沙迷从寺院里走了出来, 和尚急不可耐地冲上前去拦住他, 轻蔑地问道, 你要到哪里去? 风走到哪里, 我就到哪里, 小沙迷不慌不忙地说, 和尚再次语色, 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小沙迷扬长而去, 和尚只好垂头丧气地去请教师父, 师父听了和尚的描述, 很不高兴责备道, 你真是太笨了, 你为什么不问他如果没有风, 你到哪里去? 他一定答不出来, 如果下次他再随便编个明目, 比如水到哪里, 我到哪里, 那你就问他, 如果没有水, 你到哪里? 他一定答不出来, 听了师父的这番话, 和尚高兴极了, 他心想明天看你怎么应付我, 第三天, 和尚又早早地等候在寺庙门前, 等小沙迷过来后, 和尚走上前去问, 你到哪里去呢? 小沙迷被纠缠烦了, 于是告诉他, 我要到菜场去, 和尚本来准备了一大堆问题用来刁难小沙迷, 可是听到小沙迷这么说, 和尚傻乎乎地站在那里无言以对, 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不会无聊地去和别人做没有任何意义的纠结, 人应该多花一点时间修正自己提高自己, 让自己的生命得到释放和解脱。